我去月老庙求姻缘 刚出门就被人打晕台经王府成亲 月老这办事效率也太高了吧 前面王妃 王妃说 您便以为自己是一国公主就配得上她 她对您不感兴趣 和亲只是太后所逼而已 我怎么成公主了 还是说我是替身 不过这王妃真自以为是 难怪那公主不愿嫁给她 这么狂的口气 姑奶奶比你更狂 我偏要得到你的心 然后再甩了你溜枝大吉 再让你去找那公主算账 一箭双雕 好吧 我出去站站 哎呀 小弟弟 你怎么了 我脚扭伤了 姐姐带你看大夫去 姐姐 你救了宝宝 宝宝要治安图报 你想要什么 我想当王妃 你都嫁给我父王了 不已经是王妃了吗 你是她儿子 她儿子都这么大了 还敢嫌弃我 你娘呢 是不是讨厌王爷 跟人跑了 我今天是王爷的救命恩人 她病亡之后 将我托付给王爷 做了她干儿子 我没有娘亲 看来这个王爷心也不坏嘛 这公主人还不错 父王担心我以后被后娘欺负 一直不娶妻 我是时候该做个没人了 你是想抚抚我父王的心吧 我可以帮你 但是你要答应 永远做我娘亲 我追求王爷 今儿想教训教训他 等他爱上我 我就跑路 让他知道 神兴险恶 可我做你娘 还怎么离开他 管得我不是他亲儿子 你做我的娘 不做他的王妃是可以的 大不了 等你成功了 我们一起走吧 那好吧 成江 这个娘亲好可爱 可真好骗 宝宝好喜欢 我以这般死傲娇 肯定是喜欢柔弱的女子 那我就装个柔弱给他看 我装个柔弱扑倒在你怀里 不好我走路还想吃本王豆腐 活该啊 你这个狗男人 一天同情心都没有 娘亲 你这招不行 都被其他人用烂了 上次有个人门牙都摔掉了 你不早点说 刚才那狗王爷还嘲笑我 娘亲 父王是杯凉水 这些绿茶招数没用的 总能真心打动他 也只能如此了 我假装真诚对他 他一定会动心 时候我计划一得逞就开灵 省他爱而不得 时候又发现我不是公主 嘿嘿 省他生无可恋 王爷 我抓了两条鱼 帮您补补身子 您快尝尝 你从哪儿抓的 在王府的驰子里啊 那么多鱼 又肥又美 那是本王讲了多年的锦鲤啊 葬礼啊 吃鱼就能下过 你管他啥品种 王爷 对不起 我们那里这种鱼就是用来吃的 好了好了 你出去吧 带本王进去 嗯 别说他太香了 算了 反正的煮不能浪费 开吃 葬礼 我把王爷的锦鲤给煮了 你说我离城宫 是不是更远了 不对啊娘亲 我刚才看父王吃的可香了 还说 这蠢货做菜的手艺真不错 真敢说我蠢货 几个王八蛋 但是吃完他为鱼而哭了 啊 这么严重啊 那我想办法陪他鱼吧 这些鱼可不好买 算了吧 王妃有的皇宫肯定有 我去皇宫里抓几条 应该不会被砍头吧 啊 你要去宫里偷鱼 什么叫偷 娘亲是去借 等来年生了小鱼 完了不就 哎 娘亲 你不是去宫里偷鱼了吗 怎么垂头丧气的 哎 别提了 下水后才想起我不会游泳 一群宫女 好不容易把我捞上来 丢死人了 我也 太后命人把宫里的锦鱼 全送到王府了 池子里放不下了 送鱼干什么 听说王妃就宫里抓鱼 她得淹死 太后说儿媳这么喜欢鱼 就全送来 这是个狠人啊 那就把多余的送给王妃 让她亲手煮来吃 狗王爷主动让我煮鱼给她吃 是不是有点希望了 先既要得逞了 农民就要翻身做主人了 对啊 娘亲 你要加倍对她好 让她离不开你 然后你不就可以把她拿捏得死死的了 有道理 王爷 王妃把你的小金库 全拿出去救济灾民了 全部 四三的也拿 对 你现在分文不胜 把王妃给我抓来 老子要剥了她的皮 如果本王有错 老天爷你也使了点力气 直接屁死我得了 派他这个冤主来干嘛呀 王爷 奴婢知错了 我只是想以您的名义 做点好事 简化献灾民 父王 您要罚 留我一起罚吧 是匆宝告诉了娘亲 宁小金库的位置 你了不起 你清高 你让本王的银子打水漂 那可是我的全部家当啊 以后怎么办 啊 我们一家子喝西北风啊 你堂堂一个王爷 就这几千人银子呀 我以为那只是你的零花钱 你也太寒酸了吧 你以为王爷都是富可敌国的吗 还敢降嘴 再盯嘴 本王把你卖了 可能不太好卖 我这饭量 被买家推过好几回了 我也没造孽啊 怎么就去了你了 王爷 太后得知您将全部家当 卷给了三民非常感动 派人给您送了十万点银票来 真的 之前母后总担心我们这些皇子 钱财一多就挥霍 给我们的津贴都很少 想不到这死 本王因祸得福了 王爷 这十万点银票 有我的份吧 要不 咱们今晚下馆子 打打牙计 还想打牙计 你也不怕本王打掉你的牙吗 下次再敢动本王的金库 本王把你做成酸菜鱼 快滚 还有丑猫 下次看着他点 再让他回来 恕罪并罚 看来 想要得到父王的芳心 只能靠智趣了 除何智趣 和他 巧闻也之外 娘亲 您的脑回路真不一般啊 智趣当然是投其所好 培养公同语言了 怎么培养 我父王喜欢下棋 娘亲要是赢了他 他定然会崇拜娘亲 然后就会转化成男女之情 下棋啊 那个 棋下舞还差不多 娘亲 你这个公主 不会是假冒伟的产品吧 行棋书画 那是必修课啊 我是贫帖 什么叫假冒伟类产品 说出去多难听啊 什么意思啊 啥是贫帖 哎呀 就是别人会弹琴 我只能被琴弹 别人会作诗 我会念别人的事 你就说你啥也不会呗 还说的这么花里胡哨的 父王 娘亲才花横业 异于常人 是个难得的棋女子 你哪着眼睛不舒服了 要不要看大夫 不是啦 娘亲让棋子有棋义 古琴有了生命 是个传遍江湖 你是说岂能吓她 岂能弹她 然后她只会念别人的诗 对吧 换言之 就是什么也不会 这你都猜到 你去告诉她 明日是太后寿臣 其他王妃都会准备节目 叫她也准备一下 保不尽力了 好 那不是为难娘亲吗 她好得也是个公主 总会有点特长 去告诉她吧 我准备节目 胸口碎大石 娘亲 你一个异国公主 还是王妃 表演胸口碎大石 你觉得合适吗 那我表演啥呀 就用你最拿手的绝活就行了 反正大家都以为我是公主 丢脸也是丢公主的脸 那我就轻松了 谁让那个公主看我 语王妃 你给哀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你毕竟是异国公主 定是才华横溢 哀家非常期待你的表演 母后 儿媳最拿手的绝活就是 吃 儿媳就给您表演个吃鸡腿吧 对 造念呀 真是造念呀 这斗鸡是存心消遣本王的吗 在我老娘面前别人吃鸡腿 母后 我吃了十只鸡腿 您开心不 开心你大爷 本王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带你来还不如带掉猪呢 猪苦猫都吃不过你 哀家真是太开心了 是个实在的孩子 一点公主病都没有 能吃是福呀 竟而娶到你 真是他的造花呀 母后很开心 你们夫妻俩抓抓紧赶紧生娃吧 这狗王爷是不是娶媳妇很难啊 我都埋他成这样了 他们还叫我和他生孩子 宝宝严重怀疑 那边国王送娘亲和亲的真实目的 这么能吃 难道是送来的生花武器 把我们吃球 然后再打我们 你是成亲给本王丢脸是吧 哪有公主别人吃鸡腿的 吃馒头也可以啊 你是公主 平日里吃什么不可以 不见面在这种场合吃鸡腿 怎么什么都不会啊 那你还是皇子呢 哼 聪宝 如果我告诉你 我是个假公主 会怎样 你要是个假公主 脑袋可要搬家 娘亲你要是真的是假的 就赶紧撤吧 可是现在撤有点不服气啊 我有一计 想办法赶紧得到狗王爷的心 到时候 他就舍不得杀我了 娘亲 想让你靠才华俘获父王芳心 那是不太可能了 只能用激将法了 哼 有道理 这种傲强男人 就是让他知道 比他优秀的人多的是 老娘随时可以移情别恋 这男人长得不错呀 正好用来记狗王爷 这位公子 长得真是玉树灵风 可比王爷强多了 妹妹 你吃错药了 妹妹 王爷别见怪 我这个妹妹就是调皮了点 难道这个男人 是那个找我做替身的公主的哥哥 妹妹 好生伺候王爷 别整天吓我闹 哎呀 哥 我那个青梅竹马的相好 还好吗 什么青梅竹马 别胡说 你还有青梅竹马 那你就回去找他吧 慢走不送 你 你这个狗男人 一点都不介意吗 姑娘 我劝你最好 不要说出真相 让你当王妃 也是你的福气 全真是你们在搞鬼 你怎么不让你妹妹来 其实与王爷 一表人才 有文韬武略兼备 我妹妹应该喜欢的 不过他要是真的来 你就该滚了 啊 求之不得呀 娘亲 你长得也不好看 父王也不是醋坛子 你还不如直接跟他表白 我才不要 我要是表白了 那狗王爷就得更傲娇了 哎 那还是让本宝宝出马吧 父王 您喜欢娘亲吗 问这个干嘛 娘亲表面上总是跟您闹脾气 可是背地里 对宝宝可好了 他知道你为了我 受了很多外面的非议 生活又清理 所以死心塌地的跟着你过日子的 您不要再冷落他了好吗 聪宝 你什么时候学会油腔滑掉了 是王妃教你的是吧 嗯 是宝宝自己想说的 父王一直不肯娶妻 就是害怕聪宝 将来被欺负 可是娘亲不一样 娘亲虽然大大咧咧的 但是她心地善良啊 哦 父王知道了 王妃 这是想家了 反正就是一间破草屋 有啥好想的 我就是无聊 破草屋 啊 开玩笑 胡说的 王爷找我什么事啊 聪宝似乎很喜欢你啊 那是 聪宝是我儿子 他肯定喜欢我呀 聪宝是个可怜的孩子 我不肯娶亲 就是担心将来王妃有了孩子之后 会冷落聪宝 既然聪宝喜欢你 那本王可以勉强接受你 哼 你个狗王爷 还勉强接上我 看把你委屈的 姑奶奶掉上你之后 马上就溜 让你知道什么叫傲慢的下场 可是王爷 我也没什么优点 我除了能吃之外 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你说 现在整个王公都在传本王的王妃是天鹏元帅转至 是不是玩不起啊 不就撑十只鸡腿吗 太后都没有意见 其他人干嘛叫舌哥 你的食量比得过石头猪 太后就长了本王的月缝 担心把你饿着 那我以后少吃点 你安心吃吧 只要你对聪宝好 多吃点没关系 本王就当多养了头猪就是 你才是猪 听我哥哥说 王爷玉树临风 博学多才 所以我打算把你换了 有病吧 我刚和王爷有了感情 你就来抢 你欺骗王爷在线 他不会要你的 是吗 我已经说了 我是你的孪生姐姐 之后等我和王爷培养出感情 你就赶紧自己滚 不神 简直就是无赖 孤奶奶还怕你不成 黄飞 你带姐姐出去逛逛 本王都派遣侍卫 保护你们 王爷 妹妹说她不舒服 想让您陪我去 您可愿意 你个死绿茶 姐姐 王爷不喝绿茶 要逛街你自己去 不去就回家吧 村宝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其实 我根本不是公主 那个狗屁孪生姐姐才是公主 你说我认定吧 娘亲 永远都是 娘亲 我帮你赶走她 父王 那个万情公主好讨厌 她不仅欺负娘亲 还欺负我 还说 我是野种 你赶紧赶她走吧 当真 来人 把万情公主起来 公主 你说我儿子是什么 谁是你儿子 这个野种 不是的王爷 大丹 不要以为你是公主 就可以大眼不惨 是他自称自己叫野种的 而且 我才是要和您和亲的公主 是妙轩顶替了我 真不要脸 这么会往脸上贴金 胡说八道 她本是我身边的一个丫鬟 想不到 经这般心术不振 居然抢我夫君 我才是公主 我失眠很久了 你这样的人就应该被发卖 来人 带走 她是公主 你把她给发卖了 不会引起战争吗 怕啥 那样的坏女人 就该这样的下场 我们又不是打不过她吗 所以 你不是公主 你不会砍了我的头吧 不啊 你不许伤害娘亲 臭小子 胳膊肘往外拐了 想要她做娘亲 还不赶紧出去 太好了 娘亲绝对走不掉了 娘亲 你这是要出门吗 狗王爷上钩对我动心了 是时候让她知道人心显赫 叫她新婚之业那么好讲 你不会真想跑路吧 你走不走 我带了不少银子 不会让你吃苦的 你走啊 你等等 我去收拾一下 窗帮你来啦 你等等我 这次我们逃走 要离狗王爷远远的 叫她当初说我配不上她 还害我摔了个狗吃屎 这个仇 我可不会忘记 你当真不喜欢本王 喜欢呀 可想到以前的事 我就来气呀 我得抱 喜欢还要逃走 你什么时候来的 聪宝呢 就是她叫本王来的 你休想逃走 你答应了做冲宝的娘 冲宝不走 你就不能走 臭小子 一开始就套路我是吧 说你优秀吧 那是自欺欺人 可说你可爱吧 你有时候更像个傻瓜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嫌弃你的同时 又被你吸引 我们做一对真夫妻吧 那行吧行吧 父王 娘亲又逃走了 催着本王的崽子逃跑 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走 抓人 这次带球跑 让你知道人性 险恶是吧 给我回家 我还怀着孩子呢 别颠着了